发展呢 我觉得应该就走这个专业化 集团化 高质化的路子 这是大的方向是对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需要我们思考的 就是怎么样让梅老板退出去 不应该是给他扣个帽子 把他一脚踹出去 这种退的方式我觉得是不可取的 为什么 三星梅老板对三星经济的发展贡献是非常大 所以你不要认同像潘鞋所说的 其实他可以有可能壮大嘛 你用市场的方式来运作 我们用政府行政手段是应该让他退出去 但是应该让他高高兴性退出去 应该肯定他的贡献让他退出去 不能说为了让他退出去以后就给他扣个帽子 一脚把他踹出去 来 孙所长 请回应 刚才听到二位的发言 我有个感受 这是对于小煤矿该不该退出的问题 我的态度是坚决的 必须要退出 刚才那个潘老师也说了 中国的这个煤炭资源 南方有很多适合开小煤矿 确确实是不错 中国的煤炭资源大部分集中在山西 陕西 内蒙古地区 就是那个三角地带 集中了我们中国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员 是吧 就是集中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煤炭 在山西 对山西而言 它的煤炭是特别适合于开大矿的 在一个如果有整张的一块煤铁 那你能够深刻开大矿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去开小矿 我为什么不把这个资源充分地定用起来 开机械化的 专业化的 安全有保障的大矿 对不对 这个不能把山西的煤炭资源 去跟南方的广东 福建这些小省区比 实际上当时之所以有小煤矿 也是当时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以宙权宜之际吧 但是这个发展过程确实对山西 对全国经济做出巨大贡献 庆典的时候我们讲 山西产了一百亿斗煤炭 其中八十亿斗输往这个全国和世界 给世界这个全国经济的发展 起到了积极的推斗作用 而这种里面肯定有这个小煤矿的作用 这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我们讲这叫辉煌的过去 尴尬的现实 我们这是整合的实际上 就是以产业政策这个来 就是我这个提高我这个煤炭行业的 种入门口 这是一个产业政策的范围 我要求三百万东以上 这个煤矿 这是提高了一个产业政策的角度 提高产业门口的角度 那么这个政策是按市场经济角度讲 政府也应该是有自己自主政策的权利的 那这个是为啥说政府主导的 其实也我觉得对政府主导 也是这种误解 政府主导咱们现在是 就是说政府不应该主导 而且是说政府主导的合作就是不对的 那实际上政府有些东西是需要政府主导的 比如说产业政策的置顶 这就是一个是政府主导置顶的 好 谢谢 来 光远 我觉得这个大家刚才搞混了两个概念 一个是政府主导跟政府包办 我同意就说在我们这么一个转型国家 如果没有一个巧有力的政府 如果没有一个伪权的政府的话 我们的一切改革可能根本没法推动 所以我同意有一个很权威的政府 来主导一些改革的进程 这是对的 但这不等于政府包办 我们看到三系美给他的主要特点 不是政府主导型 而是政府包办型 从美老板退出的定价 到退出的程序 到退出的时间 到接盘的主体 到制定的标准 一切都是政府来制定 对吧 那么这么一个制定 最起码我讲违背了两个原则 那么第一个是侵犯了私人的产权 那么既然你原先是按照一个行政法制的程序 你把採矿权你给了人家 那么你现在又以你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收回 我认为是用一个错误来纠正另一个错误 那么第二点 违背了一个最基本的 违背了一个最基本的法治原则 我们讲这个 这一个转型的这么一个国家 政府要威权 同时要尊重法治 虽然我们所取得了所谓的集约化的经营 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集团化的这么一个企业的话 但同时 那么对整个制度 对整个法治的破会 我觉得是不可鼓量的 那么大家可以算一下这笔党 不仅仅算一个经济党 还要算一个给格党 法治党和产权党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一虎一席谈 科技新城创业乐园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中良祥云国际生活区 维柴动力凤凰大事也 1949年11月1日 中国科学院宣告成立 在与共和国同行的60年里 几代科学家历经图治 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岁月 以大量雄变的历史事实宣布 科技改变中国 科技改变世界 向科学进军 共和国60年科学往事 星期一开始凤凰卫视中安台 是无力解救 还是秘密交易 中国货船被解 全球都在看 索马里海盗所要多少出镜 到底谁来打击 又猖躺起来的索马里海盗 天市里特约之今日看世界 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安台 接下来我先请到场下的嘉宾 你认为这次的这个美感 在你的解读当中 你觉得就其等同于 已经看到就是国进民退的影子 你认为的你表示赞成 相反的请量反对 三二一请 来请正中央的这位穿此自衣服的小姐 热烈早餐欢迎大家先说 请 我的感触比较深 因为我是人民大学的 培训学院的一位老师 带了将近有200位的 美碳企业老总 实际上他们也是很想把这个 企业能够做大做强 那么如果国家采取这种 一刀切的办法 实际上是把市场经济 给扼杀掉了 我觉得就是说 任何一个产业 它如果垄断性太强的话 这个经济就不会太活跃 有市场经济的地方 经济才会活跃 所以我认为 就是包括最近的 这个包括钢铁啊 包括昨天我看到的 一则新闻是 10月27号的 15个矿 就是包括那个 煤啊铁啊锡啊 这种矿权都要整改 那么我觉得这真是一个 国进民退的一个 很明显的例子 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好谢谢 孙所长请回应 对于这位女士的发言 我不太赞赞成太多 我们认为 三星省的煤炭 这次产业政策 这个调整跟征刑规划 它的主要的目的是 小煤矿的退出 不是国退 不是我们大家 来理解的归退哪些 因为在这次的 三星省的这个煤炭整合当中 还保留了有不少的 这个只要它的规模 能够达到 三百万吨的轮率的 单仅能够上五倍 上九十万吨以上的 它就可以保留 我不说一下 那个刚才这个 所以我们现在整合下来 这个情况大概是 前来协议的百分之九十九点多了 这个进驻的 就是整合主体进驻的 大概百分之七十多 那么现在实际上 就大概不到一百三十甲的 这个民态企业了 从这个现在画风来看来 就是国有企业 大概占的是百分之十九 大概两二十 股份之这个企业呢 是占了百分之五十三 这个民营企业的这块呢 是占了百分之二十八 大概的比 所以说这个 从这个角度讲 国际民退这个东西 说法有点这个 不是很很很科学 潘维尔网上反对的信 这个在此有的时候呢 那个煤炭数学整合 是典型的国际民退 刚才潘维尔先生谈到 那个他那个比例 他商量煤矿过数了算的 这个煤矿 这个对你对一个产业的控制 你要看你的资源控制量 你的生产能力 你的市场 你的那个运力 特别是煤炭的运力 要从整个来控制 他不是说你那个煤矿个数 这是一个一个最要命的问题 你从煤矿个数来统计 那个那个那个是不科学的 他刚才说那个 二三五那个比例是不科学的 那是用个数来看 对对对 你这边的数据呢 你这边数据呢 我讲去年那个三西的那个 那个煤炭产量 去年三西国际矿的煤炭产量 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八十 按这种整合下去 我看到那个到个一五年了 那也可能就是那个 回国一块 那也就去年了 这是一个悲剧 我觉得这个 现在老百姓可能比较傻 但是没傻到一个 用简单一个数字 就能迷糊他的地步 三西我看到 对国进民退 有一个回应的文章 有两点核心内容 第一点叫优胜略态 就是说无论是国有的也罢 民营的也罢 应给优胜略态 第二点 讲一个简单的数量 讲19%是国有 20%就是民营 50%几是混合所有制企业 我有一个统计数据 在所有的煤炭企业 我们就说 简单说一下混合所有制 什么叫混合所有制 混合所有制里边 国有究竟带多少比例 这个是个很要命的问题 我统计数字是 现在有550家 是国有控股 有280家 还有290家 是地方国有控股 仅仅剩下可怜的一倍多家